花几十万买辆房车去旅行,到底值不值呢? 我们两口子旅行生活了两年多,也玩过了好几辆房车。 今天和大家理性地分析一下房车的优缺点,希望能给想买房车的朋友一些帮助。 先说优点,无论去哪玩,不需要考虑电酒店,选酒店的烦恼。 景区停车场,路边停车位都可以让你美美地休息一晚。 遇见大堵车,吃饭,睡觉,上厕所,啥都不耽误。 停到野外,瞬间又变成了风景房。 旅行的过程中,洗澡,洗衣服,做饭,睡觉,露营,看电影都能做到。 遇见刮风,下雨等恶劣天气,在车内也丝毫不受影响。 就是一个移动的家,无论走到哪里都可以给你安全感和归处感。 但是房车的缺点也不少,经常要考虑加水积电的问题。 无论再大的水电也有用完的时候,所以用水用电时一般都是节省再节省。 另外需要自己去排灰水,倒黑水, 偶尔还要变成水电工,处理一些小问题也在所难免。 房车的体积大,行驶过程中还要考虑限宽限高,好不好停车等问题。 拥挤的城市,江江的小路根本就不敢走。 再一个就是房车的保值率确实低,闲置的时候还不好停放。 如果你没有足够的时间去玩,买回来真的不合适。 但是所有的事物都有两面性,在你享受它带来的方便的同时,你就要接受它的缺点。 所以说了这么多,你觉得花几十万买辆房车到底值不值呢?